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 发布首个太平洋岛国战略 日本将于2023财年 在最西端的宇纳国岛上 部署电子战部队 23号美国海军 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 驶入韩国釜山作战基地 首先来看今天的新闻演 22号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英国的外长 在纽约开会讨论 强化与太平洋岛国合作的相关事宜 美官方智库近日指出 美国需要加大投入 在太平洋上建立战略缓冲 来看报道 当地时间9月22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 召集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 成员国外长和太平洋岛国代表 开会 商讨如何更好地协调 对南太地区进行援助 今年6月 拜登政府发起了一个名为 蓝色太平洋伙伴计划的 多边倡议 全面升级同太平洋岛国的接触与合作 除美国外 该倡议还包括日本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英国 按照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的说法 南太平洋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美国将通过这一新的机制 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 制定一套开放的交往模式 帮助解决各国在非法捕捞 气候变化和地区安全等 所有领域的关切 按照日程安排 一周以后 也就是9月28到29号 拜登将邀请南太国家领导人 前往华盛顿 举行首次美国太平洋岛国峰会 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表示 这将是美国倾听岛国新生的历史性机遇 外界预计美国届时将发布 首个太平洋岛国战略 正式将其南太规划 嵌套于印太战略之中 今年美国明显加大了 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关注程度 2月白宫发布印太战略报告 明确指出为应对印太地区面临的挑战 美国将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合作 谎谎关系 同月 布林肯访问斐济 成为40年来首位访问该国的美国国务卿 访问期间 布林肯宣布将在所罗门群岛 重新开设大使馆 4月 坎贝尔和美国国务院 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康达一行 先后访问了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国 8月 舍曼率团访问萨摩亚 汤家和索罗门群岛等南太多国 今年是汤家与美国建交50周年 舍曼则是美国历史上访问汤家的最高级别官员 在索罗门群岛访问期间 由舍曼和美国新任驻澳大利亚大使 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之女 卡罗林·肯尼迪等组成的代表团 高调出席了瓜达尔卡纳尔战役 开始80周年纪念仪式 瓜达尔卡纳尔岛 是所罗门群岛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岛 1942年8月至1943年2月 盟军与日军在该岛及其附近海空域 进行了激烈战斗 最终盟军取得决定性胜利 日本自此彻底丧失了在太平洋岛屿 继续扩张的军事实力 因此该战役也被视为 二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舍曼和肯尼迪的父亲 都曾参加过瓜达尔卡纳尔战役 二人以此为切入点 在岛上大打温情牌 因此外美国副总统哈里斯 7月还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出席了太平洋岛国论坛 并宣布将在汤加和基里巴斯 设立大使馆 哈里斯坦言 多年来太平洋岛国 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而按照肯尼迪的说法 美国正在重返这一地区 9月12号到15号 母港位于美国西海岸 圣迭戈的美海军 独立级滨海战斗舰 杰克逊号访问斐济 美国驻斐济大使馆 发布的消息显示 该舰目前正被轮换 部署到第七舰队辖区范围内 支持前沿部署 海上安全 海域控制和威慑等多项任务 美海军太平洋舰队 司令帕帕罗 也于9月中旬 先后访问了斐济和汤家 专家指出 在所谓大国竞争的指导思想下 美国过度关注 南太平洋地区的 地缘政治和军事价值 9月20号 由美国国会资助的智库 美国和平研究所发布报告称 美国应加大 对太平洋岛国的支持 这份报告的作者 包括美军印太司令部 前司令戴维森 以及前助理国务卿 史达维 报告特别指出 地理位置最北的三个国家 帕劳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和马绍尔群岛尤为重要 其周边海域是处于 关岛和夏威夷 美军基地群和东亚 滨海地区之间重要的 战略缓冲 在所有太平洋岛国中 这三个国家 也是与美国历史渊源最深的 三国虽然各自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 但都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联系条约 保持着特殊关系 由美国负责本国的安全防务 路透社注意到 罗纳德里根弹道导弹防御试验场 就设在马绍尔群岛 里根试验场覆盖区域面积 高达190万平方公里 是美国进行战略核武器 和反导系统测试的重要设施 美国每年都会进行 数次民兵三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 通常情况下 导弹会从美国西海岸 加利福尼亚州的 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 弹头最终落入的海域 就在该试验场内 美军进行反导测试时 不少靶弹也是从这里发射的 2020年11月 美军从该试验场 发射了一枚靶弹 模拟洲际弹道导弹目标 导弹发射后不久 卫星将相关信息 发送到位于美国本土的 指挥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随即向在 夏威夷以东海域活动的 一艘宙斯顿驱逐舰 下达了拦截指令 该舰发射了一枚 标准3-2A拦截弹 成功击中靶弹 这也是美军首次进行 从海上拦截 洲际弹道导弹的实验 此外美军近年来 推出了多预战 全预战 以及分布式作战 等多个新的作战概念 太平洋岛国 在落实这些概念的演练中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美军投入资源最多的 无疑是帕牢 2020年9月 美军演练了通过海陆 向帕牢运送人员和装备 当年11月和次年2月 美军现役的两型 第五代战机F-22和F-35 先后在帕牢完成了热加油演练 也就是在不关闭发动机的情况下 快速接受油料补给 2022年6月 美军还首次在帕牢 进行了爱国者反导系统的 实弹试射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学者指出 不排除美军未来在帕牢 部署陆基中程和中远程导弹 美军这些年高度重视 在太平洋地区战略缓冲区的建设 主要是让一岛链二岛链三岛链 有更强的防御能力和弹性 目前帕牢包括关岛地区 它认为位置非常重要 而且包括密克罗尼西亚 在内的这些点位 如果像二岛链三岛链 进行分圆部署机动 那么这些地点将会发生 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宽广的大洋上 如果能够通过西出的岛链 进行相互连接 这样弹性有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如果一旦与大国竞争 这些点位的战略缓冲效果 包括兵力储存效果 武器装备存储效果 防空反导作战能力 就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所以这本身也是强化 岛链作用的一个重要选择 据路透社报道 太平洋岛国官员9月中旬 曾在美国夏威夷 举行闭门会议 各方一致认为 美国在同南太地区接触时 应该将应对气候变化 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马少尔群岛总统卡布阿 20号在联大发表演讲 再次呼吁国际社会 为节能减排 做出更大的努力 乔治成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奥布赖恩 对美国政治报网站表示 很多岛国认为 美国是不值得信赖的 因为冷战期间 美国就是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角度 来看待南太事物 冷战一结束 苏联的威胁消失后 美国很快就选择了战略收缩 值得注意的是 美英澳三国 强行推动核潜艇合作 也在南太地区 引发了广泛的担忧 以马少尔群岛为例 二战后 美国在该国设立了核试验场 1946年到1958年间 美国共进行了67次核试验 给当地生态环境和民众身体健康 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太平洋岛国对核扩散相关问题 也极为敏感 今年9月15号 是美英澳宣布就核潜艇项目 开展合作一周年 澳大利亚媒体近日披露 法国曾经提出 为澳大利亚设计的常规动力潜艇 完全可以改为核动力 The French nuclear submarines might have had another advantage they run on low enriched uranium the US and UK boats run on weapons grade o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is was sold as a positive as it would mean you never had to refuel the subs or touch the sealed reactor It would set a huge precedent of a nuclear weapons state providing a non-nuclear weapons state with a very large amount of weapons grade uranium The government said the problem with the French nuclear submarines which use low enriched uranium is that they need to be refueled every 10 years My view is that's a pretty routine kind of operation 今年5月 在澳大利亚大选中 获胜后上台的阿尔巴尼斯政府明确表示 新一届政府将延续美英澳三方合作 澳国防部计划于2023年3月 正式公布核潜艇的设计方案 成本和建造时间表等相关细节 选择使用高浓缩油的美英方案 我想大概存在着 活扩散的某种风险 按照目前 阿尔巴尼斯核潜艇计划的基本指标 通过目前向澳大利亚输送的 高浓缩油的量 能够制造出60到80枚核弹 基本上标志着澳大利亚 可以轻易地获取高浓缩油 获得武器级的油 所以不排除在整个计划中 核动力只是个幌子 通过核动力系统中的高浓缩油 获得武器级的核材料 这大概是基本原因 所以我想看 阿尔巴尼斯系统不光是个黑三角 也是个毒三角 美国在自己的战略盟友中 会增加一个核伙伴 同时美国的核潜艇 在澳大利亚的部署 也将会常态化 所以签署这个核协议 本身就是获取核武器的捷径 同时与美国的核捆绑 也将会进一步增加 近期支持率走低的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将力挽狂澜的希望 寄托在了外交安保政策上 在出席联大期间 他频繁地会见外国领导人 与此同时 日本的对外战略布局 也在持续调整 当地时间21号 日本防卫大臣宾田静一 视察了日本最西端的岛屿 宇纳国岛 南西地域的防衛体制の強化 我国の防衛にとって 基金の課題であると思います 固体配置は我国の攻撃を 抑制する効果を高めるものであり 视察期间 宾田正式宣布 将于2023财年 在宇纳国岛上部署电子战部队 据日媒报道 这支部队的规模在70人左右 从2016年3月起 日本防卫省在宇纳国岛 部署了沿岸监视部队 通过雷达收集周边海空域情报 目前岛上常住人口 共有1700人 其中自卫队员就有大约160人 如果再算上家属 自卫队相关人员 占到岛上总人口的15% 随着自卫队部署的不断强化 不少民众担忧该岛 将被进一步打造成军事要塞 除了在国内继续推进 安保战略的调整 日本在对外关系上的布局 同样值得关注 当地时间20号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同英国首相特拉斯举行了会谈 这时特拉斯就任英国首相后 日英首脑首次面对面会晤 双方同意将加速有关 下一代战机合作的磋商 今年7月 英国宣布在下一代战机的研制过程中 将强化与日本等国的合作 并在年底之前拿出具体的合作方案 路透社披露 英日可能会将各自的下一代战机项目合并 分担研发成本 战机定型后 英国将负责其在欧洲的出口 日本则负责在亚洲推销 通过出口降低生产成本 英媒称 这将是日本战后 在发展大型武器装备的项目中 第一次没有选择美国作为主要合作伙伴 也是日本和英国在军事安全领域 第一个重大合作项目 日本庆英艺术大学教授矽谷雄一认为 目前的日英关系处于过去100年来最好的状态 尤其是过去5年 双方的部队在情报共享和联合训练等方面的合作 取得了飞跃式的进展 事实上已经达成了一种同盟关系 他认为在特拉斯任内 日英关系还将进一步得到强化 从前首相安倍认为开始 日本在外交及安全战略方面 出现的一大显著特点 就是着力在全球范围内 推动准同盟体系的构建 专家指出 日本并不幻想其准同盟体系 能够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关键 但无疑已将其视为 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再保险选项 日本目前着力打造的两个准同盟战略板块 分别是四方群和日欧群 在亚太方向主要依托美日印澳四边机制 持续推进日澳和日印安全合作关系 在欧洲方向则主要强化 同英法德等传统欧洲大国的双边合作 其中日英安全合作起步早层级高 最早形成典型的准同盟关系 相比之下 日本与德国的安全合作起步相对较晚 但正在加速发展 目前双方已经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 并建立起了外长防长2加2磋商机制 就在20号 日本航空自卫队发布消息称 德国空军将于9月28号派出三架台风战机 同自卫队三架F-2战机展开联合演练 据NHK电视台报道 这将是德日两国空中力量 首次在日本举行联合演练 复日的这批战机此前刚刚参加了在澳大利亚 举行的七黑2022多国联合军演 这也是德国二战后 首次向亚太地区部署空中作战力量 俄乌战事仍在继续 俄罗斯开始实施部分动员令 而美两党议员则在敦促五角大楼 加快向乌克兰提供灰鹰五人机 可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据俄罗斯第一频道报道 在俄总统普京发布部分军事动员令之后 22号 俄罗斯各地 共有一万名志愿者来到了动员处 俄罗斯国防部22号 对部分动员进行了解释说明 对于执行军事任务必须的人员 将首先被征召 包括射击手 坦克手 炮手 司机 机师等 从预备椅中征兵 不是用上述优先顺序 但优先考虑合适的军事专业人才 被征召人员的数量 由你招募的军事单位的人员需求决定 主要考虑的是需拥有作战经验 根据俄动员准备法的规定 不会被征召的人士包括 国防工业企业雇员在内的缓征人员 因健康原因暂时不适合服兵役的人 需长期照顾家庭成员 或一级残疾人士的人 有四个或以上16岁以下的 受抚养子女的人 其母亲有四个或以上8岁以下的子女 并且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 抚养子女的人 俄罗斯实施部分动员令的背景是 俄乌在战场上的胶着态势 目前俄乌交战最为激烈的战场 在赫尔松前线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 乌军在赫尔松北部和东部发动袭击 旨在破坏俄罗斯的后勤 军事和运输资产 而在哈尔科夫方向 据乌通社22号报道 乌军夺回了哈尔科夫300多个定居点 近日乌方宣布完全占领 哈尔科夫州的库比扬斯克 但英媒记者发现 在库比扬斯克市中心 仍然能感受到俄军炮火的存在 在顿巴斯地区 据半岛电视台22号报道 乌军继续围绕红利曼展开进攻行动 与此同时 俄军对巴赫木特和阿富杰耶夫卡的东郊 进行了有限的地面攻击 这里是乌军阵地的制高点 乌军表示俄军会主动发起进攻 又使乌军开火暴露阵地位置 双方阵地之间的田野已经被烧焦了 两边的军人几乎是面对面的状态 俄军不断向巴赫木特市逼近 但还没有进入市区 我认为俄军需要一场重大的胜利 据路透社22号报道 欧盟国家正在考虑对俄罗斯实施第八轮制裁 另据华尔街日报22号透露 美国国会议员敦促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加快向乌克兰提供灰鹰无人机 灰鹰无人机是由捕食者改进而来的 无人攻击机 射程超过300公里 最多可携带4枚地域火导弹 可以攻击俄罗斯境内或海上的远处目标 美媒认为 灰鹰无人机将显著改变俄乌战场态势 当地时间22号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时表示 为了削弱俄罗斯 西方国家持续不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使得西方国家成为参阅俄乌冲突的一方 俄乌冲突实际上是俄罗斯与西方集体之间的冲突 美国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23号驶入韩国釜山作战基地 时隔五年美军航母再度造访 释放了何种信号 23号美国海军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 驶入韩国釜山作战基地 本月底里根号将参加韩美联合军演 此次访韩的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由里根号航母提康德罗加级宙斯顿导弹巡洋舰 前斯勒斯维尔号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巴里号等组成 韩林社称这是美国航母时隔五年再度进入釜山作战基地 韩美两国领导人今年五月曾商定 将以事实协调的方式在韩部署美国战略武器 两国防长七月曾商定通过在朝鲜半岛部署美国战略武器 强化韩美同盟威慑态势 美国航母战斗群访韩可被视为这些协议的后续措施 是在对朝释放强烈警告信号 然而美韩之间也并非完全亲密无见 美国和韩国之间的核心议题是电动机车补贴问题 两国领导人会面后 韩国总统事表示 尹熙悦向拜登传达了韩方关切 拜登也对此做出了回应 但白宫发布的消息却不涉及上述内容 实际上联大期间 由于美国总统拜登的日程问题 韩美首脑之间的正式会谈最终未能实现 二人只在共同出席一场活动时 交谈了四十几秒钟 更多资讯来看左手栏 22号沙特宣布启动宇航员计划 其中一项计划便是在2023年将该国首位女宇航员送入太空 沙特航天局在声明中表示 该计划旨在培养更多经验丰富的沙特本国专业人员 以从事太空飞行 参与科学实验和国际研究 及与太空探索相关的其他项目 近日印度德里及周边地区持续降雨 多处出现内涝 民众饱受交通拥堵之苦 NDTV城 雨水波及德里 古尔冈高速公路 路面一度出现数公里长拥堵 多处积水导致大批车辆被困水中 卡塔尔内政部日前宣布 自11月1号起 当局将暂停向未购买世界杯门票 且未获得电子通行证 哈亚卡的外国旅客签发短期签证 持有工作签证和居留证的外国人 不受此限制 为迎接世界杯 卡塔尔政府推出哈亚卡 它既使签证 又能充当比赛场馆的电子通行证 可在购买世界杯比赛门票后 在网上申请办理 22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在亚洲协会纽约总部发表演讲 在23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介绍王毅外长的演讲内容是表示 合作始终是中美两国的最好选择 竞争绝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和主流 新亚洲问天下 感谢收看近日亚洲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